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记录肾脏纵扑面内侧和外侧的颜色 观察肾脏内侧是否有锥状构造 锥状构造附近的白色构造是什么? 由锥状构造围起来的区域呈现什么颜色? 步骤三 想一想 肾脏外侧 内侧的颜色差异的原因可能为何? 肾脏外侧 内侧的内部主要组成及功能为何? 我们使用的株肾 通常是哪个部位? 步骤四 记录部中肾脏纵扑面标示的构造 分别记录其名称 二 肾源构造及功能之探讨 步骤一 将肾脏永久切片标本至于显微镜下 先以低背物镜观察 找出皮质部位 与刻本图2-49右 肾源示意图进行比较 观察四球体的构造 步骤二 该以高倍物镜观察 仔细观察在四球体周围一圈囊状的报式囊 皮质和水质中有许多弯曲的管子 可能是什么构造 步骤三 记录四球体 暴湿囊壁及弯曲小管管壁的细胞大小 形状等 推论分别为何种类型的上皮细胞 步骤四 在记录布上肾源构造图中的各部位加注名称 问题与讨论 1. 肾脑凹险处有几条相连的管子 这些管子的名称与功能各为何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2. 根据肾脏的构造 尿液最后经由肾脏的哪一部位运送入输尿管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3. 肾脏永久切片标本无法呈现出于课本图2-49右 肾源是一图图片般完整的影像 为什么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4. 油丝球体 暴视囊壁及弯曲小管管壁的细胞类型 推论其功能分别为何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